酵母是一类单细胞真菌 它们在自然界广泛存在 包括土壤、水体和植物表面等地方 酵母在食品和饮料制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特别是在发酵过程中 以下是关于酵母的一些重要信息 发酵作用 酵母通过发酵作用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 这一过程广泛应用于啤酒、葡萄酒、面包、酸奶等食品 和饮料的制作中 酵母菌的酶能够分解碳水化合物中的糖分子 并将其转化为酒精和气泡 食品制作中的酵母 在面包制作中 酵母是一种常用的发酵剂 面团中加入酵母后 酵母会消耗面团中的糖分 产生二氧化碳气泡 使面团膨胀发酵 在烘烤过程中 二氧化碳气泡膨胀 使面包松软蓬松 并赋予其独特的风味 营养价值 酵母是一种富含营养的食物 它富含蛋白质 维生素B群如维生素B1 B2、B3、B5和B6 以及矿物质如鲜、铁和锡 酵母还含有丰富的纤维和抗氧化剂 酵母补充剂 酵母也被制成营养补充剂 工人们作为补充维生素B群 和矿物质的来源 这些酵母补充剂通常是经过处理和灭活的酵母 因此不会发生发酵作用 酵母在食品和饮料制作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被广泛研究用于科学研究、医学和工业领域 然而 对于某些人来说 酵母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或不耐受症状 如果你对酵母过敏或有任何疑虑 请咨询医生或专业医疗提供者 以获取适当的建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